好同學那請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做過尺寸調整 因為什麼舞台高度啊 這個高度我們都沒有設定 那所以等一下人出現之後 你就要配合人的身高 因為他這個人的身高是沒辦法調的 他是真的大概是從 160弄到180-190這樣子 那所以人身高跑不掉 所以你假設你人做出來是巨人 代表你這個東西太小了 那你是不是把整個用比例調大 大到合理化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整個舞台 可能要來配合人的大小出來做調整 好那現在我們先試做一個人就一個人就好 通常這裡會有一個 Create the free idol area 那這個是隨便亂畫 譬如說這有幾個人 你就畫一個範圍 我們先練習一下 等於這樣舉行 那這裡人的話呢 在右邊這裡會有個字叫密度 People density 我們看一下 這會變嘛 這沒有人 人很多 有沒有沒有人很多這樣 這是密度 然後 這個來拉一下 第二個欄位呢 是一個人還是一群 他這個會變 你有看到 單人的 或者是幾個人在那裡聊天的 就是人或群體 然後 group 3s 或group 2s 三個人還是兩個人的 然後 男性女性 這邊全部男的 這邊全部女的 我就有看到 這個性別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 人的方位 就是他站立的那個方位 看一下 你看 你看 他可以亂轉 然後 人的 方向 這是 越往右的話 方向越雜亂 越往左方向 越均一 你看 他這個都是往這邊 所以方向是可以調的 這是方位 看你要 往哪邊 那我們等一下 希望觀眾都 觀眾不往舞台看 那我往哪裡看 所以同學呢 我這裡 我都要把它變成一個一個的 你看 所有人是不是都往前 同學看到 所有人都往前看 所以 你有能力呢 把他站 做到全部的人都朝向舞台 這樣才合理 那我們這個是一小撮的練習 等一下再來做大範圍 這個好了之後呢 同學呢 這個給他按下去 叫做simulate simulate就是模擬的意思 這裡你也不用去強記 大家看就知道什麼是什麼 密度 單一或群組 這個同學都可以去google 查一下這個字 男性或女性 方位 然後這個字特別介紹 這個字是 這裡 所以這個比較重要 我截圖 那這個是安裝有截圖給你看 就一直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就好 你等一下打開解壓之後 同學在這裡 解壓之後長相是這樣 那同學請安裝這一個 這個圖位截圖 如果已經裝好 忘記截圖 這有兩個嘛 執行這個 Data 2020 安裝 然後就下一步下一步 全部裝好之後 然後你的模擬就可以啟動 接著按下simulate 同學呢 安裝好之後 安裝好 按這個字 這個字模擬嘛 那模擬好之後 同學呢 再用這四圖這裡來調整 這裡這個圖我截一下 主要介紹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比較重要 其他字你自己Google一下 比較重要是這個字 orientation 這是方位 就是你可以做到全部都朝前喔 很多時候不會做這個喔 你要注意一下方位 第二個是spread 這是分布 就是說 你把分布拉到最左邊的話 它就會均一方向 分布拉到最右邊 它就離散 就散開了 它就是不同方向 所以看你嘛 左為單一方向 那又是亂數 同學呢 拉動看看就好 然後 它也可以說 Face好像是朝向某一個方向 這個等於要測試喔 這個比較少用 這個可以去點一個物件 譬如說 全部往右 全部往左 你可以放一個物件來導引它 這是Face 這個還沒有 沒有怎麼用過 然後底下的話 底下是那個種子 就是說你可以讓它變亂數 這個我們暫時先不用 所以你只要負責調這兩個欄位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生出來的東西 simulate 有吧 大部分都是往前看 只有這一個沒有往前看 好 那你播放看看 那這個人是會動的 那有的好像在講手機啊 不過他們初始方向應該是一致 那你人比較多的話看起來就是 因為我們是要模仿在看演唱會嘛 那這個高度 我目前的高度 感覺上是差不多 就是還好 因為一臺琴的高度 大概到他的腰了一半 那個電子琴的高度應該是到腰了一半 所以目前的高度是還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算的時候他們看一下 這裡的人就會出現 那就會增加很多真實感 那舞台上的人 你也可以把歌手做出來 好 那現在就請同學呢 試試看 學會怎麼做人群 你拿一撮做實驗 這個好了之後 你再畫一個範圍的 畫面還給你 你不要開始就做一個範圍 同學你隨便抓個人形 丟到這裡來 他也接受 他接受 就是我們來到這個MISMO 他們看到這裡有人在唱歌 對吧 那這個可以套你任何一個人形 你不管你自己做的 還是你在這個地方抓的 你就是你抓裡面一個人 把他丟出來 他都接受 那我們現在就用他現場的就好 所以同學第一件事 我們在做台上的表演者 我把它記錄在這裡 這個同學會了 因為現在同學在下載的問題 接下來是台上的表演者 同學你先到MISMO MI 你遲早要學會他的 因為他這個用途非常大 除非你永遠不做動畫 不然的話你還是要稍微學會 那MISMO的話 它是Adobe旗下的一個動畫模擬軟體 它是一個網頁而已 不是一個網頁 然後怎麼進來呢 我再進來一次給他們看 我選了Google MISMO MI 這樣 你就會到達這裡 然後他會問你要怎麼登錄 要怎麼登錄 我最快的就是用Google登錄 它前面的面板 我先登出再給他們看 登出 MISMO 再一次喔 我現在先登出 我先登出再重新搜尋給他們看 我現在要實驗登錄 同學你不用註冊啦 因為你應該沒有人 會沒有Google帳號的嘛 每個人幾乎都有Google帳號 那你就用Google來登錄就可以了 好 這裡有一個Stand up for free Login是你沒有申請帳號可以 那這裡的話呢 同學呢 你可以用Google的方式 把它登進去 這裡有Google看到 對 按一下 不過你要先登錄Google啊 那就是直接用Google登錄了嘛 所以我這裡幫他們記錄一下 第一件是你先用Google登錄 好 那我們現在成功登錄了 接下來喔 同學呢 他有很多的 他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 角色 那譬如說你找 看哪一個比較像歌手的嘛 他有的是動漫裡面的 你選這些當然都不像 不過他有很多頁 你就選一個比較像的 那因為我現在是要突顯 我選這個 這個還是遊戲中的角色 不過我是要明顯一點 所以我選這個 他頭比較大 然後這個呢 怎麼讓他唱歌呢 簡單就第二頁嘛 第一頁是選角色對不對 那他底下一堆喔 你選2 3 真的算不完 那當然你自己做的 你看哪一個比較像歌手 譬如說這個 還是說衣服可能比較華麗的 目前有三頁 那假設我選這個animation這裡 這是動作 那他要唱歌對不對 他有很多不同動作 譬如你要跳舞 同學要跳舞就找dance 跳舞動作也是算不完 這裡很多不同的舞步 那這裡可以翻頁 很多頁 那假設我要唱歌 唱歌就比較少 我們有sing sing嘛 我們搜尋看看 就可能會剩下沒幾個 那你這裡有一個dance 擋在那裡是不對的 你要把它回覆到不要go 然後再搜查這個sing 好那找來找去喔 好像只有第一個耶 第一個是 這個是singing嘛 那有的是因為是什麼single 的字跑出來的 什麼singating 反正就是唱歌其實只有這個 那我就用這個了 你就點兩下 他就開始唱歌 他會把這個動作套過去 為什麼這麼短 因為他其實唱歌的時間蠻長的 你這裡 他只提供二十幾齁 那我們等一下時間可以把它延長 這時間可以把它延長 419 你把它拉長之後就變成419 那現在他是 不是他的手放在這裡 是因為他的頭太大了 所以說他的那個麥克風位置不對 如果換一個角色應該就可以 我換一個 這個頭太大了 我們找一下corrector 比較正常的頭 這次把它退掉 再搜尋一下 我找一下一個頭 比較正常 大小比較正常 這是這個 這個角色頭比較小 所以說他在唱就比較沒有問題 好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他拿麥克風的位置就很正常 那這個當然就有資格做什麼表演動畫 因為他姿勢就是真的是在唱歌 那你在找一個合適的角色 那這個也是傳那種打鬥的衣服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丟上來 好 那怎麼丟我等一下會介紹 好同學呢 因為兵分兩戶嘛 第一個 你看你這個要先做 還有那個要先做 因為我們在等待下載對不對 那同學看你哪一個先完成 所以你兩邊都試試看 我等一下會介紹怎麼download 現在畫面給你 同學那個歌手我們希望 一樣你在上面要裝一個 類似探照燈 還是說聚光燈 然後他是主角 然後他底下更要有一個圓圈 你可以用不一樣顏色來表示 就是跟著他 好 那這個歌手的話呢 他是會動的 所以同學呢 你有空可以把它做成動畫 不過這個算起來當然是蠻久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現在拉給同學看 我這個歌手是會動的 我們現在靠近看 那我現在拉動他 他在台上唱歌這樣 好 那問題是這個怎麼丟進來呢 我試給同學看一下 我們這個東西 我有把它群組 記得丟進來一定要群組 我這個是Groove22 我把它刪掉 好不見了 再一次喔 同學你剛才在那網頁 因為你還在下載嘛 那我換一個人 穿的比較正式一點 那同學呢 會做那個Link的同學 你也可以做一支麥克風 你可以抓一支麥克風 然後放他手上 然後把它Link 在他的手的骨頭那裡 他就會真的拿著 不過我們是不用做那麼細 因為根本連看都看不到 你做那個意義也不大 好 那現在呢只要有肢體動作就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要怎麼下載呢 同學呢這裡有一個download 很明顯 我只要download 那這裡 會有一個東西 比較重要的是 arm height 肩膀的高度 肩膀的 這可以拉動 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化 可能是動作的關係 那這個是手臂的 會累 會累 有在跑 好 這可以拉動 然後底下的東西都先不要動 那我們要的是download就好 download 3D Max 它最喜歡收的就是FBX 你不要亂選 這個FBX 它體調底下很多種不同形式 給不同的檔案 只要是FBX它都收 如果說你是要拿去做遊戲 你就選Unity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是沒有動它 with skin 要啊 反正幾乎都沒有動 幾乎都沒有動 好 那我們先按下download就可以了 然後一個檔案大概是50MB 也沒有很大的 50MB還好 因為包含動作 包含模型 又包含它身上的彩繪 就是UV 都要 好 那這裡你就下載 我已經下載完了 在這裡 那我要介紹怎麼丟進來 我一個sign已經出現了 接著我要把這個歌手放到台上 同學呢 一樣 Import 絕對是 這個 你選這個就慘了 為什麼 這個是max檔 那你要選Import 然後 去找到這個 Open 那我剛剛有測試 就是說 假設你做的那個高度 跟我差不多的話 你就看一下人群高度 因為它是主角 它的高度要比下面的人 差不多 甚至高一點 你如果 比下面的小很多 你根本 你在拍攝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你拍不到主角 那這裡會有一個 幾何動畫 看看這裡有沒有什麼要調 Bone creation 就是這個high 我這個高度 你可以改一下 譬如說1.1.2 就是給它一個倍數 那我剛剛有測試過 跟我們的高度差不多 所以我就沒有改 我現在故意給它兩倍試試看 看它變成怎樣 這是寬度 然後這是高度 Bone 這是骨架而已 應該不是模型 這邊 這邊應該下載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好調 那假設這裡都沒有改了 那我們就用原樣的 現在直接OK進來 就是沒有調任何東西 然後就有一個人會丟進來 在這裡 然後它預設是在整個地面上 那同學呢 你播放看看 它應該會動 因為它底下這個就銀格 它會動 這個 趕快給它群組 group 接下來我們把它移到舞台上 同學呢 你切到前四度的狀態 然後它的高度跟台下的人是 差不了多少 可能小1號一點 站起來差不多了 差一點 好 那現在我們先把它移過去 移到台上 然後腳要著地 對一下 接著上市圖 移過來 它是整個舞台的中心 然後我看一下 假設你這個有群組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大 比如說同學現在有群組 比例 可以大一點點 那這樣會比較好拍 就是讓它呢 比台下的觀眾 大一點點 那這樣應該可以了 那我們再按一下 P視角 那假設你這樣拍過去 會看到台上有人在表演 這個觀眾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台上有人 讓我們台下的 因為同學還沒載好 我們台下的人要做多一點 這樣才能形成一副比較真實感的畫面 我現在是先算一下這個人 有沒有出現 那這個人 同學呢 你用一個聚光燈來照它 就是那人走到哪裡 聚光燈又跟到哪裡 那可以跟隨 燈是可以跟隨的 好 那這一段呢 就麻煩同學呢 燈就你打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投射的是原來的那個 不是紫色的那個燈 那我希望用一個別的顏色的燈來跟它就對了 所以同學它顏色為什麼會紫 因為這裡有一個紫燈照到它 不過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人有沒有出現 這是後面的背景 是前面這個 這樣請拍開 應該是有啦 同學有看到這個人在這裡 好 它的紋路也要出現 你看它穿著鞋子應該是紅的 咖啡色 好 它是有一個姿勢在 那當然你的影格落在哪一格 它拍出來就是什麼姿勢啊 所以你可以去拉到一個 你想要拍的姿勢 然後再下去算圖 應該是這樣說 好 那現在呢就請同學呢 試試看喔 有沒有辦法 把MISMO裡面的一個歌手的 FBX檔 它預設就是 下載進來 然後丟到MISMO去 然後並且你成功的把它丟到台上 你的人群還沒出現 還在下載的同學先做這一段 等你人群下載完了 再開始做人群 畫面還給你 同學先把FBX下載一下 同學先把FBX下載一下 同學看到舞台已經有一個效果了 那你就是要一個燈來照它 不然這個主角在上面還是黑漆漆的 那你把其中一種燈 其中一個燈的那個照射範圍 變更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成問題 同學呢你自己試試看 好那我這個算到這裡 同學我看到它的燈光效果就關掉了 那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燈光效果 其中有一盞 像這一盞我要照它嘛 所以這一盞呢 我把它的那個範圍 同學知道 這個數字呢 變小它就會越擴散 同學看它這裡 把它拉開嘛 你把它變小的時候 它就照射圍就變大 變大才可以照到整個人 然後我顏色把它換了 我旁邊的燈光顏色跟它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是複製過去 你要獨立 獨立是這個按鈕 就是你的顏色跟人家不一樣 你就是要獨立嘛 那同學這個相信你辦得到 接下來是人群跟整個舞台大小的問題 這邊一國人是沒辦法變動高度的 你選一下看一下 那根本連修改面板都沒有 請問你怎麼去變動 那這個都沒有辦法變 那也有可能是一開始 我們忘了去設定這個單位 我這個單位是CM工智工智 我這個維持之前 因為我這台電腦沒有還原 你的可能還原 你的單位不一樣 不過沒有關係 假設你量起來100公分就100公分 那我們就把人群以外的東西一起 一起 然後全部一起選到 那你再用比例去調 調 這時候有辦法辦到 就是一起調 調到 你看我目前的高度是蠻合適的 人的高度大概跟舞台大概切齊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舞台做多高 同學再測試一下看 至少你丟進來的人 你不是丟一個人進來嗎 那個人跟這個人要差不多一樣高 你這個人比他 比一般的人群高一點點可以 因為他是舞台上的主角 那同學呢 這個麻煩你調一下尺寸 你看我這個長度是OK的喔 180幾 OK啊 就是 如果 因為上 你可能今天忘了設單位 你再檢查看看 我現在量一個給同學看 像這個是女性可能沒有到那麼高 那我們降一下 他在這裡173 有大概用170為基準 所以 其實這個人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他是有真的有設定好 好 那現在就請同學呢 兩邊配合一下 就是你把舞台 這個不能動啊 所以他是老大 你把整個舞台呢 去配合他的身高 稍微微調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拍一張照片 畫面給你 開始配合身高 你這樣拍一張喔 同學來得及的喔 你可以從這裡再打兩個光線比較寬的燈 你可以反照人群 有的很多都是這樣設計嘛 就上下都會照 他這裡也有兩個燈 你就把它丟在這裡 然後往人群這邊照 然後他因為他的那個投射角比較散開 所以說他大概兩個燈就可以涵蓋所有人 這個如果來得及 來不及就下面先不要照 我們就把上面的搞定就好 好同學 那這一張同學 有做出來的麻煩上傳一下 我們這是版本一 這是室外舞台效果 我們下次要做室內的喔 室內的話就比較偏 有點建築那種感覺 那這個很多東西可以搬進去 你放心喔 就是不用重做 就是很多地方可以沿用 我們要把 像電影院那個座位區 那個室內最重要就是 像電影院那個座位區 要把它呈現出來 那個就要做到360 這個不用嘛 因為這個是遠距觀察 可是室內的就是要做到360 好那今天大概做到這個畫面 剩下時間留給同學 你來得及再做兩個燈 往觀眾這邊找 畫面還給你 那我做完再傳到技術論壇 那尺寸要1280x720 不要太小 太小看不清楚你的設計 1280x720 同學我做出來就盡量跟嘛 你跟到最後 你真的會有一個作品集 那就是上傳幾個算幾個 有機器飛行的 不可吧 我都很不好 我想要去看看 我都不想去看 我都不想去看 我就是 我都不想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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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室外版的 所以同學先把室外版的上傳 我版面已經開好了通常算出來再傳上去 同學如果說你還沒有打這兩盞 你看我只是把這兩盞燈轉過來 然後往這邊照射 那我燈光顏色又換一下 然後下面的觀眾就比較有互動感 等於說台上台下都照得到 你看他都有影子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因為沒有燈就沒有影子 所以同學如果你有算出這一張 再把這一張上傳 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的舞台設計 全部從頭到尾 幾乎都我們自己畫 除了這些人之外 當然這些這個也我們自己畫的 道具當然不可能去畫 琴還有這個不是自己畫 琴那都是 好那我們今天大概做到這裡 同學你有完成的話 再麻煩上傳一下 那我就是第一版本一 那我們下次再來做版本二 那所以你這個檔奧保存起來 放在這裡吧 請上傳你的作品 它叫做舞台設計表現的一室外 下次就是室內了 畫面給你